你會發現這個右下角一直會出現這什麼 Android is ready to update 有時候就覺得一定要把他按下去,因為看到update就把他按 我是建議你先不要理他,就把他擦擦掉就好了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這個 我也沒辦法預期說你update之後會不會有問題啦,因為之前的經驗是告訴我update之後 很多時候沒問題就變問題又出來了 所以暫時先不要管他一下 反正你可以先run為優先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第二個,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我的字一定比你大 字預設的很小 當然你要把字放大很簡單 以前在Eclipse按右鍵其實可以產生那個設定的一些相關的Menu 不過在Android Studio他好像換了一個地方他放在那個 如果你要把字放大你可以在 File裡面的Settings 相關的設定 其實他是放在這個File裡面的這個Settings 你可以把Settings裡面找到哪裡呢 這邊有個Editor Editor就是編輯器 編輯器裡面的展開這邊有個箭 這邊有個箭頭向下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Color跟Fone 然後你就把它展開一下 他會問你說你要針對哪一個部分去做設定 那基本上如果你要字放大的話 其實就可以這邊 這個 Edit裡面的什麼呢 這個Color跟Fone OK Settings 然後呢你就怎麼樣 這邊有一個 它Default的 是這樣 記得特別注意 你要先把原來Default 這個原來字大小 你要先做一個動作 先Save as 他會跳出說 那你要叫什麼名稱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種樣式啦 那這邊的話我是 隨便給他取一個名稱 然後呢把這個字的大小調一下 大概16吧 如果16不夠大的話你可以再把它放大 然後呢這個是 行距 行距要不要加大 不過如果不改的話通常 基本上 我是改這個Size 大概字就可以把它放大 那至於其他的啦 這些這些相關的樣式 有沒有需要去改他的字的 字型的那個 名稱那當然你自己在決定啦 我想這個地方有很多種可以還可以選 如果你不習慣 預設的那種字的話 那這邊有好幾種選項 那選完之後你要OK有沒有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套用你剛剛的樣式 字就可以把它放大 所以這個順便說明一下 當然不只是這邊喔 其實在這邊也一樣字會放大 這樣看起來 你在設計的時候會比較舒服啦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剛剛就講 那個字 如何把它放大 第二個 接下來如何再增加其他語氣 那增加其他語氣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在雲端上面的那個程式碼 那我們基本上你可以參考這個 這個畫面 反正呢 我希望把原來 Values 再複製 也許先從1N開始 英文版 OK 至少先有英文版 因為預設 那英文版怎麼產生 特別注意喔 就是直接把這個Values 複製之後呢 貼上 增加一個 一個 minus 1N 一個-的符號 1N OK 記得喔 這個字不要打錯啦 打錯的話 他也會出來 那怎麼複製 按右鍵有沒有 這邊有Copy對不對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貼上 直接在哪裡貼上呢 直接在原來的 Resource 這個這個目錄上貼上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呢在舊的之前的版本有發 一個bug 貼上之後 他沒有出現 正常 特別喔 這個這個複製 這個貼 不過我看這個版本會不會有 更新 那貼 加一個 減的符號 再加個1N 這樣就OK了 好 理論上OK應該會出現吧 出現了 那舊的版本 喔 有 可是你會發現喔 他貼上了 但是他多了一個什麼 有多一個這個 可是他資料夾沒出現 而且我同學就覺得怪怪的 不是我加一個 一個減1N嗎 不過後來發現了 你可以怎麼樣 切到 本來是Android模式 你切到Project 專案模式 這個模式裡面的話 一樣可以找到那個 應該是App 這個App 裡面的RES 這個哪一個呢 記得好像從這裡面找 才可以找到 你要的東西 那這邊build 我有的 在Man 在這裡啦 他在這一層 裡面你可以看到 這邊可以看到 但是 在剛剛那個模式裡面看不到 不過也不影響 不影響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反正可以貼上 這個在Project模式可以看到 這個版本 比較簡單啦 不過我這邊直接從這邊複製好了 OK 你也可以自己再把那個名稱把它打上去 那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Fone number Clear OK 好訊息做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可以把它關起來了 關起來 然後預設的這個把它關起來 怎麼會知道說到底有沒有成功 接下來特別注意 切到 Active Main 這個時候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在這一邊 上方呢 會有一個 我把這個先引成 因為這個寬度不夠了 會有一個 這個Language Language呢本來 只有什麼呢 Edit Translations 不過這個時候會多一個什麼呢 一個國旗 而且是English 有沒有 那你點下去會怎麼樣的 請你看一下下方 不過 他 卡了 卡了一兩秒鐘 其實他有那個效果 可是他 奇怪為什麼還是 繁體中 沒有 他只是在轉換 不過很奇怪 他為什麼卡這麼久 他卡個兩秒 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關 看起來 我習慣是看 看那個左邊這邊 有沒有 Fone Number Clear就出來了 好 第一個做完之後 接下來第2個 接下來第3個 總共有5個 所以你分別把這5個給做完 那第2再來的話 其實就是 一樣 把這個按右鍵 Copy一下 特別注意 你的動作不要做錯 做錯的話 看起來其實沒什麼 不過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 怎麼 問題一螺框 Copy 對不對 對不對 在哪裡貼上 其實記得 在這裡貼上 把它貼上 OK 然後呢 這邊 請你改一下 不過 這邊問題又來了 他好像這邊 Copy 第1次可以這樣 Copy 第2次我看一下 貼上 他變成沒有讓你可以改名稱的地方 所以還是 建議啦 你乾脆怎麼樣 切到 剛剛講的 這個project模式 然後呢 不過可能你那個結構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他是放在哪裡呢 App 裡面的 RES 裡面的resource 所以變成 他要下來好幾層 這個 在這一個 然後呢 他就可以看到了 那如果你要複製啦 我建議你切到這邊 複製第2個 按右鍵 Copy 切到這邊我看一下應該這邊貼上應該沒問題 貼上 這個地方就OK了 所以第1次Android模式那可以 可是第2次以後請注意 只能夠從哪裡呢 從這個模式裡面去做了 我覺得這個好像也是一個小小的bug啦 因為你 如果你不會切的 那說真的 即便書上叫你這樣做 可是你也做不出多國語氣 所以很多時候書裡面沒辦法交代很清楚 就是這個原因 OK 那裡面的話 Dash JA是日文 那我們用一個日文好了 OK 好 那日文你會發現呢 他這個時候呢 日本國旗就出來了 那你把這一個 他會自動幫我color先打開 color不用 然後呢 SWINS 現在還是繁體的 所以呢 一樣 你切到這邊 找到那個日文的 OK 那這個我是用Google翻譯啦 不過我想應該 看起來漢字沒有問題 應該就沒有問題 去日本也是一樣 反正就看漢字嘛 拆也拆得到 對不對 OK 那日文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切過來看一下 再把他那個日文的 日本的國旗 點一下 這個地方 language又多一個 然後把日文 這時候呢 你會發現 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時候呢 就是日文了 OK 那這個 這兩個 那其他的話 我想 就如法炮製 就是分別在 做出那個 韓文的 然後這個應該是簡體的 最後不要忘記 還有一個繁體的 所以呢請各位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裡面 分別這個 這個 這個模式 你可以切到 這個project這邊的上面 這個 兩種模式 可以project或者project file 也可以 project file OK好畫面先還給